最近我收到不少小伙伴的留言咨询 大部分是瘦子想增肌 胖子想减脂 要不要吃补剂 什么什么能不能促稿等等 我发现一个普遍的现象 大家都很焦虑 蛋白质不够焦虑 吃了碳水焦虑 肌肉没大焦虑 体重没掉也焦虑 然后我仔细问 你们这是练了多久了 结果大部分回答是半年都不到 然后我再问 那训练计划是什么呢 要么没计划 要么就是五分化 大神怎么练我就怎么练 我再问 那饮食做的怎么样呢 大部分回答是食堂伙食不好 外卖又嫌太油 最后他们希望我介绍一个神奇的补剂 能够迅速见效 我非常的无奈啊 然后一看留言时间是凌晨两点 你说你基础的饮食 睡眠训练都没做好 反而寄希望于补剂 急于求成 真的能力好就出轨了 就算你能威威变状 那也说明你原来的水平实在太菜了 做广播体操都能增肌 健身虽然门槛不高 但还是要系统学习的 不是你跟着网红学几个动作就可以了 如果不会吃饭 那就去看营养学的书籍 就算不健身 起码也能延连一手 如果不会训练 就去学习科学的力量训练指导论 一个好的计划 能让你稳扎稳打 不走分路 然后再利用网络去学习基础的训练动作 最后练了一段时间 你会发现自己四懂四懂 误不透了 再花钱请一个好教练 点拨你一下 推你一把 这才是正道 同理 进入任何一个新的领域 都是这个道理 一定要系统的学习 远离碎片化知识 你要是啥也不学 整天张嘴就问 就算你轻跌是国家队教练 那也教不好你 还有 现在短视频平台的AI也很牛逼 可以精准的帮你找到 你想看的内容 正如你现在刷到我一样 但是呢 网络也是一个散播焦虑的利器 因为AI的推荐机制 你刷到的都是帅哥 美女 肌肉男 都是稀有物种 这就是幸准者偏杀 其实 现实生活中 哪有这么多的帅哥美女 他们都是被AI 筛选过的幸准者 你被这种错觉 搞得焦虑的不行 不可期待的 想买点补剂 安慰一下你自己 结果中了商家的圈套 交了智商税 所以 手机刷的越多 你就困在你的信息简里越久 越刷越焦虑 越焦虑越刷 那这么焦虑 怎么根本性解决呢 只有读书 挣钱 健身 读什么书 我的书窗有好几本书 都是我精挑气选的 也不贵 建议都买来看看 钱怎么挣 挣小钱 看个人努力 赚大钱 看天使地理人和 健身不会练怎么办 可以关注我 虽然我跟得慢 但还是实事求是 有意义的 下期我们聊一聊 怎么吃饭 记得点赞关注支持一下 下次还能刷到我